下一題 這個叫做摩擦力 摩擦力 然後以後會叫所謂跟正向 就是那個壓下去的重量 這樣比較簡單比較簡單 壓下去的重量有關 你也不用管 反正就告訴你這個數字 放一個砝碼 有一個木塊上面放砝碼 沒有放砝碼的時候要拉1 理論上東西越重拉力量就要越大 然後放一個砝碼放兩個砝碼 然後有這個關係 於是停車戰界問 你也沒有學過摩擦力 但是你看到這個表格 你就會知道木塊應該有多重 你就會知道木塊應該有多重 哇重 木塊就是那個沒有砝碼的時候 木塊就是那個沒有砝碼的時候 然後一個砝碼一公斤重 一個砝碼一公斤重 情車戰界問 那應該是多少 現在要換可愛大帥哥嗎 大帥哥 帥哥 我跟你講 你為什麼要刷石油針 成績超好 一個砝碼加0.2 對不對 所以 一個砝碼加0.2 那現在1是多少 140.2幾倍 沒有砝碼要1公斤對不對 那140.2幾倍 5倍 就表示這個木塊等於幾個砝碼 5個砝碼 一個砝碼多少 1嘛 所以5乘1 叫做5 解決掉了 這就是練習10 OK嗎 OK 練習11 這是主開水 主主主主主主 請問你幾分鐘之後 可以到達50度C 理論上熱學計算 而鬼大公司 叫做H等於MSΔT 但是你完全不需要這樣處理 你完全不需要帶什麼熱學公司算 你只要看表格就好了 加熱2分鐘 加熱4分鐘 加熱6分鐘 問你幾分鐘可以到50 幾分鐘可以到50 不需要用到神奇的H等於MSΔT 未來要交的公式 用不到那個 就可以解決掉了 帥哥美女 現在換美女對不對 來美女 可愛大美女 哇哇哇哇哇 美女剛無 有美女嗎 沒有 有 8號 8號 起立 你可以把臉遮住 我沒有意見 你站起來 我要看題目 哪裡啊 練習時 練習時 這邊有寫啊 你問我哪裡啊 我要放棄你了 5 4 3 2 1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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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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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2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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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2分鐘,增加1.5度C 現在要50,50要增加30 30是1.5的幾倍? 20倍 所以要20倍,所以40分鐘 所以答案就是40分鐘 可以嗎? 哪裡? 第一個,他是不是2分鐘回來 你先看你知不知道他2分鐘增加1.5度? 0到2不是2分鐘嗎? 21.5-20.0不是1.5嗎? 2到4 2到4也一樣,只是2到4他加起來沒有正好 但是那是有點誤差,可是大部分都是1.5 大部分都是小誤差,OK沒有關係 然後呢,所以你現在變50度是增加多少?30 你增加1.5變成增加30 33是1.5的20倍 所以時間也是20倍 所以答案就是40 可以喔?OK?很好 最後一個第12題 就是扯到我剛剛最後跟各位講過 有一點過量over的問題 過量over的問題 他說好,我去將二個酸甲加入10毫升 測量未溶解有多少 數據 那X多少 第一個都沒有未溶解 第二個也沒有未溶解 但是第三個就有未溶解 這顯示什麼意思? 顯示10毫升的水只能夠溶解這麼多 所以你超過就變成不能溶解了 對嗎? 那現在我又變成更多 那請問你會剩多少? 這樣就基本上不是那個什麼正比關係嘛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也是比比就看得出來 但是他沒有成...因為他已經over了嘛 所以就不會再成正比關係 你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講過的1跟2都全融 3有不融 就表示我有融的一個程度 你就會看得出來我到底能夠融多少 對不對? 看得出來我融多少 然後你就會知道他應該會剩多少 因為知道會融多少 所以就會知道他應該要剩多少 我會 你會喔 要給你一個機會嗎? 我會 為了能夠發糖的關係 就再給你一個機會好了 你自己齁 4號 8號 起來 你又要遮住你的臉 1.3喔 確定嗎? 要不要換? 不要 不要換 答案1.3 這個表示什麼意思? 他只能融多少? 2.7 10號 這個水只能夠融2.7 那你現在給我4.0呢? 所以怎麼辦? 就知道只融2.7 所以4.0要減掉2.7 所以就會剩下1.3 就剩下1.3 所以藍有1.3 這是over的過量的情況 過量的情況 基本上就不再那個成正比啦 我1阿 你2阿 我2阿 你4阿 但是你還可以從表上面 簡單的為他搭旗 有一個橋段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我喜歡